接下来请看今天的财经100秒 红达电高层人士异动传闻不断 上任一年多的行销长何永生 船出将离职 立即长达16年的研发与医院总经理刘庆东 则船将退休 对此红达电请说 何永生目前在休长假 但未证实是否已经离职 彭博引述消息人士报道 微软寻求集团瘦身 传出锁定先前并购的Nokia手机事业 最快可能在本周就宣布裁员 裁员人数可能超过2009年的 5800人 规模为5年来最大 行动通讯服务公司LINE 已向东京证交所提交IPO申请 市场估计LINE的市值上看超过1兆日元 相当于98亿美元 之后可能还会赴美IPO 新台电视整理报道